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记忆体,SSD继续降价,但是用户购买欲望不高,这导致韩国厂商备受打击。 韩国关税厅3月中旬公布的数据显示,因晶片出口依然疲软,3月前10天出口同比下降16.2%至158亿美元,由于全球需求低迷,晶片出口在此期间暴跌41.2%,仅为22.6亿美元。 另一方面,汽车出口增长了一倍多,达到16.9亿美元。 数据显示,按匹类看,半导体出口额同比下降41.2%,截至2月,半导体单月出口额连续7个月同比下降。 无线通讯装置下降31.9%,精密设备出口下降23.9%,但乘用车出口同比大增133.7%。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,韩国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下降35.3%至31.7亿美元,截至2月,已连续9个月呈现详识。 换句话说就是,中国用户对于三星等记忆体产品购买意愿大大降低。 韩国面向欧盟出口下降6.2%,越南下降16.4%,日本下降7.3%. 相反,对美国和印度的出口分别增加5.6%和5.5%. 其实,今年1月,韩国半导体产品出口同比暴跌44.5%,同时,晶片库存率就达到了265.7%,这是1997年3月以后接26年来的最高值。 业内人士认为,韩国半导体出口连续下滑,主要受记忆体半导体库存积压,PC需求萎缩影响,有消息称不景气或将在未来数月进一步延续。 据韩国媒体报道称,尽管三星电子、SK海力士等韩国主要D-RAM厂商积极通过降价等方式消化库存,但韩国确商业内人士预估。 2023年,D-RAM价格难反弹。 去年10月份,有机构预判由于快闪和SSD库存海量,预计今年年中之前价格会跌去50%之多,现在来看这个跌幅还不够,供过于求的局面将导致SSD等价格继续下滑。 并据日经亚洲报道,韩国三星电子对美国政府促进国内半导体生产的补贴表现出困惑。 原因是,根据美国政府2月底提出的补贴分配条件,必须在技术合作、返还超额利润、就业限制、使用美制建材等方面揽足要求。 美国政府将在禁止推动半导体,对中国投资的基础上在增加限制,因此三星对申请补贴犹豫不决。 美国政府将向在美投资的半导体企业提供总计527亿美元的补贴,将承担部分生产设备和研发投资,意在让尖端半导体产业在美国生根发芽。 在提出补贴条件之前,美国商务部长2月下旬就强调,这将吸引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,并保持强大的研发生态系统。 从技术滥用到环境,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。 与这种共存共荣的说法相反,分销条件正在制约半导体公司。 其中,下一代半导体技术合作需求旺盛。 这可能会被要求以合作的名义,共享商业秘密甚至技术讯息。 三星担心关键技术讯息可能流向,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等美国竞争对手。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长对美国政府的状况表示担忧,称技术是商业的基本讯息可能会被泄露。 对于韩国企业来说,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成为重要的一刻。 由于美国政府在1986年通过美日半导体协定,导致日本半导体产业随后萎靡不振, 韩国企业对美国政府的以国家为先的产业保护政策持谨慎态度。 美国商务部长还表示,对于尖端半导体企业,他希望美国成为唯一在研发和量产领域具有存在感的国家。 对于大举投资本土工厂,争夺尖端技术的三星和台积电来说,这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表态。 三星正斥资170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半导体工厂进行代工。 原因是无精元厂的半导体制造商聚集在美国。 为了赶上竞争对手台积电,他们需要在客户附近建立尖端工厂。 另一方面,三星在中国西安经营一家半导体工厂也是事实。 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,很难推动追加投资。 三星正在将其重心从中国转移到美国,这与韩国政府对韩美关系的重视是一致的。 尽管韩国可以联盟,但对美国政府规则制定的担忧并未消除。 一边是建厂补助金困境,另一边则是先进晶片制造的困局。 据台湾《经济日报》报道,三星电子总裁季晶元代工事业部负责人, 近期陆续派主管到台湾,会见加登、崇岳等数家台积电大联盟成员, 希望通过设备与材料厂商合作,强化三星晶元代工良率并降低成本。 据了解,此次三星拜访的台积电大联盟成员中, 以加登、崇岳最受关注。 其中,加登产品涵盖光照传载、晶元传载、机器设备等领域, 并且在先进制成的极紫外光EUV与成熟制成的深紫外光DUV在聚居领先地位。 崇岳则是重要材料代理与渠道商。 另据Business Korea报道, 根据三星电子公布的三星电子事业报告书显示, 三星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量产, 第三代4nm晶片将稳定制成早期阶段的良率问题, 以及提升效能、功耗和做出面积改进。 三星近日的财报显示, 三星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量产, 采用4nm二三代工艺的晶片。 这是三星电子首次提起4nm后续版本的具体量产时间。 与4nm晶片的早期版本SF4E相比, 第二代和第三代产品表现出更好的效能、 更低的功耗和更小的面积。 希望借此吸引大型企业客户的青睐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在早期的SF4E工艺正式量产商用后, 由于良率相对较低的问题, 最终使得三星电子的4nm最大客户高通的, 后续效能旗舰处理器的订单都交给了台积电代工。 但是, 自从2022年开始, 三星的4nm制程量率步入正轨后, 产能也在逐步提升。 业内人士估计, 三星电子的4nm工艺量率达到60%, 而台积电同类型量率可达到70%至80%。 不久前, 还没有消息称, 高通新的骁龙7 Plus Gen一处理器, 将采用台积电的4nm制程, 证明台积电比三星的4nm制程更高效。 三星同时订单, 对其代工制造业务来说是个坏消息。 目前, 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技术是3nm, 但主要产品还是4nm和5nm晶片。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, 截至去年第三季度, 4nm和5nm工艺占销售额的22%, 超过了6nm和7nm工艺的16%, 16nm、14nm、12nm工艺的11%。 在3nm方面, 半导体行业分析师和专家估计, 目前台积电的N3量率可能在60%至70%, 最高在75%至80%, 第一批的成绩还算不错。 相比之下, 三星代工厂的3GAE量率在早期阶段 从10%至20%不等, 废片率极高。 业界人士指出, 三星近日强化晶圆带工动作品品。 不久前, 三星聘请了曾经担任台积电研发副处长的林俊成, 来担任半导体DS部门先进封装业务团队副总裁, 林俊成预计今后将在该组织开展先进封装技术的开发工作。 与台积电和英特尔等全球半导体企业相比, 三星的先进封装发展较晚。 然而, 自2022年以来, 三星积极建构封装基础设施, 挖角相关人才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